寄信被害人他到沙鲁那边吃肉眼 出来的时候 大夫就在那边埋伏跟踪 趁不注意就从后面两个人 用枪把他压上车 他们要太太把钱放到哪里去呢 要把钱放在那个科博馆树下 有一个垃圾纸巷 把他丢进去 当初是我们同事跟被害人的太太过去的 因为两千万也不是一个小数字 也是有一点重量 丢进去以后他们就离开了 那时候我们就 搬拦着周遭的都神经紧分 再注意看过往的行人 还有游客车辆 包括起漆车的天红灯 大家都很紧张 表示你钱真的丢进去了 一定会来拿 经过半个小时就觉得 可能不会来了 要把书款拿回来 结果一打开不得了 下面就一个大洞 就接了下水道 那时候我们所有人就赶快跳下去 才知道台中市的污水下水道里面非常大 大到可以开一台小货车 那时候我们就知道 就被拿走了 嘿 我在现场 电影宣传及社会新闻的第一犯罪实况 为主持人陈峰德 《忍者龟》这部漫画 不知道是否曾经出现在你的童年之中 那《忍者龟》的故事起源 讲的是四只宠物龟被遗弃之后 被冲到下水道里面去 因为他们遭受到核电厂的辐射污染 变种成人形的乌龟 那么这四只人形龟受到老鼠师傅的帮助 吸得了高级人数 他们就住在纽约曼哈顿的下水道里面 只有在夜间才出动打击犯罪 然而现实生活中 却有歹徒学习到了忍者龟的特性 干起坏事来了吗 先来介绍本集的来宾 是保安警察大队 府会园区的警察队队长 肖嘉诚 小婶您好 黄德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准备好的话 就跟着我跟小婶的声音 进到案发现场吧 在1997年9月15号这一天 当时呢 台中的龙警警方 他们接到了一个报案电话 这个报案电话是跟一起掳人案有关的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小瑟 民众包含说 有一个护伤的小孩被掳走了 我们就开始集合专丹小组启动侦查 我们接到状况以后 我们就先派员到被害人家 还有网上跟警察局承报 还有警察局专丹小组 我们有那个保护的监听 攻坚侦侦查各种小组 展开侦查活动 那您当时是直接去到了被害人家的家里面 是不是 当时是由谁接听电话的 我们有婚工很多组 有的是保护家属的 我是负责线上监听的 我们当时有少部分人会在被害人家 因为不能太多人在那边 也是因为这个歹徒有警告说 不可以让警方知道 我不可以报案 所以当时你们算是比较低调 在进行这个侦查作为的这样的事吗 对对对 因为当时歹徒在恐恶电话就讲 如果报警的话就要对他们的小孩不利 这个负伤是个怎样的负伤呢 他是在我们中部很有名的米商 有很多相关的企业 有饭店加油站 那是谁被掳走了 大儿子寄水树 那这一位被害人寄水树 以及他的爸爸季竹林 他们的家属其实就叫做 季氏原封集团 那其实是中部当地的最大米商 又或者他的触角又升到摩铁业 也可以称他为一个摩铁大横就是了 那寄水树他当天是一个怎么样的行踪 怎么突然会被掳走了 你们侧面了解了一下是什么状况 我们侧面了解是当天寄信被害人 他到沙鲁那边吃肉眼 出来的时候 歹徒就在那边埋伏跟踪 趁不注意就从后面两个人用枪把他压上车 所以是有人募集的吗 有募集 当时我们就根据募集证人提供的车牌 那个是张车 等到晚上恐吓电话进来 他们家属在惊觉说真的是被掳走了 第一时间绑匪是如何指示的呢 在电话中你监听的时候是听到怎样的内容 歹徒是用被害人的电话打进来 他们的父亲 其实老先生 就是要求说我们务必要 让他们儿子安全归来 花多少钱没有关系 那这篇我来补充一下好了 当时在9月15号的时候晚上6点多 歹徒就有来电就指明说要找寄水树的太太 要他来接电话 歹徒说现在寄水树人就在他们手中 那要求家属准备300万元的美金来赎回 同时要求家人到大渡桥的南边有一个桥墩 去那边拿取一卷录音带 当时这是由寄水树的太太找了一个朋友 然后一起去 果然在桥墩底下就发现了这个录音带 那这个内容就是肉票寄水树 他在求救的录音 那寄水树就说自己被人控制了 需要一笔钱才可以获释 那希望父亲赶快来处理 并且跟他说不要报警 不然就回不来了 这样的一个录音带内容 主要是要取信家属说 寄水树真的在他们手上 那我们警方也很快的组成了专案小组 那当时萧舍你就负责到监听组的部分 那隔天的时候歹徒再次来电 问说这个录音带的内容 有没有听到了 那家属说听到了之后 歹徒就又在挂断的电话 那萧舍你们当时判断 歹徒他这样子的用意是怎么样的呢 可能怕警方监听最终 因为那时候的行动电话刚出来 是090的 是很大台 演变到暗号的时候 是有黑金刚这种形状的 行动电话比较缩小的 不过那时候还是用烧录的 不是卡片 所以说他一只手机可以 烧录100个门号 他每打一次行动电话 就换一个门号这样 是 那么有余歹徒是用王八基来打吗 当时你们即便是有监听 然后有锁定了 可能门号是哪一个门号打出来的 但是也没办法确定 歹徒到底是谁 那直到隔天 9月17号下午3点多的时候 歹徒又打来了 这一次是要求说 太太到台中工业区招牌底下 去拿另外一卷录音带 那这一次录音带的内容 就是要求被害人寄水书 念了一段当天报纸上面有关的 中油气报 总经理被撤换的一则新闻 那寄水书还要求家里 就尽量去配合歹徒的要求 那太太听了丈夫声音之后 确定人质是安然无恙的 因为这个报纸确实是当天新闻的内容 于是在隔天9月18号的时候下午 歹徒再次来电了 那他说如果300万美金交不出来的话 至少你要拿出台币3000万元吧 那原本家属还是说 那不然我们就只有筹到1000万元 即便他们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集团 但是能够筹出1000万元的现金 也算是很不容易了 所以当时双方并没有一个交集 电话再次挂断了 那这是我想问说 当时说只能够给1000万元 算是我们跟家属说的一种谈判手段 我们要争取一点时间是吗 对当然我们是请家属尽量能拖掩时间 因为他歹徒也为了要让家属相信说 他的人在那边而且还平安活着 所以说他常常会记录音带 念当天的报纸 让他知道说确实人还在 我们也利用这个时间加紧追查 看他的发花地点 可是发花地点我们有办法掌握到 大概是哪一个区域吗 那时候的技术还可以 可以掌握到大概在哪一个方向 那时候行政中的技术还刚起步 防围各种东西还在摸索 还在摸索当中 所以只有一个蛮大的一个范围 到底是从哪边哪一户 哪个确切的位置打出来的 还是没办法掌握得非常仔细 一直到9月19号 也就是被掳走之后的第4天 上午的时候歹徒又来电了 家属表示说已经尽力筹钱了 那时候就只能够筹到2000万元的现金而已 后来歹徒就同意 拿2000万来吧 我就约定了取款的地点 当时我看到有媒体报纸就写说 家属怀疑说寄水树是自导自演 因为寄水树在外 学常会有一些赌博的状况 所以怀疑说 会不会寄水树是因为 在外面欠下了庞大的赌债还不出来 所以才找来这些歹徒来演一场戏 来骗走家里面的财产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至于他之前的生活怎么样 外面的情形我们是不了解 我们是针对案情去侦办 是 所以当时这样的讯息 警方专案小组里面确实有掌握到 不过这个讯息在查证之后也排除了 因为当时寄爸爸就有说 寄水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赌博了 就在这同时 其实歹徒也跟家属约定好了 要交款的地点 在交款的当天 歹徒又有给什么指示 萧瑟 他当然约定交款地点 他可能在测试说 家属有没有向警方办案 约定交款的时间 他会指示你往哪里 就结束了 我给你整小了 最主要是要看你的动向 看被害者的动向 到底有没有警察在旁边这样 了解 交款当天 是由家属一个人去交款吗 还是你们有怎么样的部署呢 我们当然会说是员工 要上高速公路 然后去拿了一个录音带 录音带内容又有说要太太去前往彰化的一个茶余馆 那边拿第二个录音带 不过第二个录音带还是没有说明交款地点到底在哪边 所以其实只有要太太先找了一个汽车旅馆先休息 可是太太在汽车旅馆一直等到晚上7点多 都没有等到更多的指示了 于是就先行返家了 我觉得可能歹徒会再来联络他 没有想到在回家之后 9点多的时候 歹徒去打电话来了 就骂太太来说 怎么先走了 于是要太太就拿着大哥大跟这个署款 到台中的科博馆去等 你们有赶紧到那边来进行部署吗 小Sir 对 当这个指示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说应该这个地方是对了 已经是真的要交款了 因为科博馆那边游客比较多 警方埋回比较不容易 我们想说歹徒会选在这个地方 而且他可能混在行人的里面 还是游客中间 让我们不容易察觉 所以你们觉得这应该是歹徒千挑万选 选定的一个交款地点 到了那边之后 其实歹徒又打电话来 又要太太进到一个超商里面 就这样来来回回 又更换了好几次的取款地点 最后他们要太太把钱放到哪里去呢 要把钱放在科博馆树下 有一个垃圾纸箱 把它丢进去 垃圾纸箱 也就是那种垃圾纸车就对了 当时你们有看着太太 把装着钱的手提袋 就丢进去的这垃圾桶里面是吗 当初是我们同事跟 被害人的太太过去的 因为两千万也不是一个小数值 也是有一点重量 所以就有员工体 他一开始没有跟你说 要丢在哪个地方 他就只是说你往前走 往前走 走到什么地方 看到一个垃圾车的纸箱 就把钱丢到里面 丢进去以后 他们就离开了 那时候我们就 搬搬着人周遭的 就神经紧奔 再注意看过往的行人 还有游客 车辆 包括骑骑车的事 停红灯 大家都很紧张 表示你钱真的丢进去了 一定会来哪 来哪一定会靠近 不过一直等 等到15分钟过去 10分钟过去 15分了 那时候我们现场的直播官司 行大机动组组长张旺根 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刑事干部 我就跟他走进组长组长 那个歹徒的细胞在你附近 差不多距离100公尺而已 因为我们组长有哪一直行动 我们看那个位置就是距离很近 差不多100公尺 发化的位置很近就对了 对 不过他就是左右看 他就看不到这个范围里面有人 继续在看 在等等等等到后来 我说讯号走了 离开了 急都没来 就我们那个同事 你那时候丢进的时候 有没有看看你哪里有带 对那时候在开华语是不是里面是 下面是挖空的 我们那同事无心就回答 有啊 我打开的时候 看到还有垃圾有树叶啊 他说你弹有什么 他说弹得再碰一下啊 表示有底啦 不是没有底的啊 经过了半小时 就说啊不要啊 信号也离开了嘛 表示歹徒不在现场 不然就是把行动通话拿开 人喊在那边 这个很多状况都可能发生 经过半个小时就决定啊 可能不会来的 可能又是试探的啦 有时在试探我们 就请那个原来那个原警 还有他太太过去把热圈打开 要把主管拿回来 结果一打开不得了啊 下面就一个大洞啊 就接了下水道啊 那时候我们所有的人 就赶快跳下去 才知道那个我们台中市的 那个黄虹啦 污水下水道处理系统 真的非常的坚固 而且打那个里面非常大 大到可以开一台小货车啊 那时候我们就知道 就被拿走了 原来歹徒 用他的租赁的小货车 去偷了一台热圾车纸枪 拿到他租屋处 把热圾车纸枪锯了一个圆孔 锯了一个圆孔以后 再用钻头把锯起来那个圆片 用牵线把它绑住 当然不是绑一个孔啦 绑几个孔才会坚固 不然你钱掉下去 就没有声音 人家就会被警察发现 所以他把天线绑住以后 上面他又很激情 又放了一些树叶 让人家看不到有那个痕迹 就放了很多树叶 当然他人就躲在下水道嘛 下水道听到有东西丢了 砰一声就要潜下来嘛 潜下来他就从下面 用那个骨头剪 把那个钱线剪断 钱就只用掉下去 这个过程应该我们研判 不用几秒钟啊 因为铁线把它剪断是很快的 剪三条它就掉下去了 因为两千段毕竟有重量 所以说他的拿钱的过程 不超过一分钟 他都从下水道打无线电 请他们的通货 把他载走了 也是因为这样子 当时你们看发话的位置 才会在附近 但是我们的组长 却都没有看到人 下次我想问一下 我们当时竟然看到 下面有这样的一个洞 所以我们有试着说 赶快绕过去 可能下水道的出口 去燃截人吗 有啊 因为已经过了半小时了 不过我们还是不放弃任何机会了 我们就 爱言从下水道出去 下去嘛 才知道出口在哪里嘛 结果两三个出口嘛 我们就看那个 下水道应该有淤泥移击嘛 就看那个痕迹啊 去追查 就从那个好像是 笃行路还是那边出来 那时候我们台中市的监视器 还不是那么密集 掉位监视器方面也没有什么收获 过了不久 歹徒就把被害人释放了嘛 不过这个被害人很激紧啦 因为歹徒把他释放的时候 就拿了好像一千块两千块 让他坐机身回家 他就用他的指甲把它捏着 避免他的指纹印在上面 我们警方除了把那个指钞 拿去采指纹以外 我们当然要访问他啦 这几天他被压的过程 怎么被压的 因为问他最清楚嘛 他是说 吃肉眼出来要上车的时候 好像就是用枪把他抵住 说他是刑警犯览 要叫他配合犯览 要请他上车接 是 那上了车之后 歹徒就用了手铐 就把寄水树给靠上了 并且把他的眼睛也都蒙起来了 那寄水树怎么样去观察到更多的信息呢 他闷起来以后就把他头压低来 不要让他看到外面的世界嘛 眼睛的把它遮起来 过程中他就感觉有爬楼梯 应该是爬二楼嘛 就把他寄进了 在勒索的这几天中 只有让他洗过一次澡 寄进的时候他眼睛也是被闷着 好像印象中他有歹徒在地上 砖孔把那个手铐靠在那个地上了 主要就是把手铐钉在地上 然后让这个他也没办法动就对了 对 当然我们就问他 那你有听到什么吗 有没有什么可以提供我们的 因为我们要从这个各种的片段组合起来 试图去找出他的居进地点 你们当时问寄水树他有听到什么东西呢 他就说每天早上大概几点 会听到垃圾车少女祈祷的声音 有时候会有听飞机经过的声音 表示那边可能是靠近航道 但是这个航道真的太广阔了 我们这个在大海捞针捞了一两个月 甚至我们当初也有跟着垃圾车的路线走 跟着路线走就观察看 有没有类似的场景这样 当时警方还有公布了一些 拘禁相关的特征 希望民众可以提供一些线索 总共有10点算是蛮多的 第一点他说 他在被拒禁的前几天 都有听到一些电钻去钻墙壁 以及电锯去切割塑胶桶的声音 第二点 一楼有电动铁卷门 可以让车子直接开进去 而歹徒驾驶的是一个 蓝色或者是绿色的福特天王新轿车 第三点是 二楼隐约看到是一个浅色地砖 第四点是 他被掳之后是中秋节 在中秋节的当晚 隔壁有人在唱卡拉OK 第五点是中秋节当天 以及隔天 还有人在附近放烟火 以及第六点是我们刚提到的 门口附近有垃圾车经过 第七点还有提到旁边附近 有听到鸡叫 鼓鼓鼓的声音 以及第八点晚上十点过后 那个地点就非常的宁静 以及第九点我们刚刚有提到 附近可以听到飞机经过的声音 然后还有第十个 他们经常可以听到 有叫卖熊猪雷 头油鸡这样的声音 不过其实这样的资讯 虽然很多有十点 但是要经过比对 是真能够比对的出来吗 当时我们有透过这样 真的去找到凶手吗 所以这个很难 因为理论上特质人员越多 我们比较能各化 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找到安法地点 请寄水素去看 他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安法地点 有这个盲点 当时除了这个方向在查之外 其实有分成好几个方向 头部在进行调查 其中一个就是下水道 那个下水道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好奇 到底下水道怎么会变成取款通道 感觉要有一些相关的专业知识 才能够去得知这方面的资讯 当时台中市府公务局就有说 台中的雨水下水道系统 其实是相当庞大的 从有都市计划的时候 就开始陆续规划施工 最小的管线直径是只有50公分而已 一般人根本没办法通行 至于大型的下水道口径 大概在宽有3米 高有2米那么大的一个湘海建构而成 这些下水道大部分都分布在河沟旁边 汇集雨水之后就会排到河沟之中 而当时柯博馆下面的雨水下水道 就是属于口径最大的 但是因为柯博馆附近没有河流 所以如果你不是承办当初工程的单位 或者是相关人员的话 是几乎不会知道说附近有如此宽敞的雨水下水道的 专案小组当时就有推断说 如果歹徒不是碰巧知道说 我这边有个下水道可以来翻案的话 不然就可能是当年的施工人员 来规划整起案件的 除了这个方向在调查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关于垃圾纸车 垃圾纸车平白的出现在那边 一定是有人设置的 这个底下原本是有4个轮子 却被用这种钉子直接固定在那边 那你们当时有办法透过垃圾纸车去调查出 可能是歹徒从哪边拿的吗 垃圾纸车这个我们是不是想说 是不是会不会相关行业 是民营的垃圾亲运者 还是说跟垃圾环保有相关的行业 他才能取得这个 没错 但后来就发现垃圾纸车的底部 它下面有4个轮子 而且两旁有类似耳朵的挂钩 正面还有一些被磨掉的迹象 经过比对之后 觉得这应该是来自台中大雅乡 从那边偷来的一个垃圾纸车 为什么这样判断呢 是因为这种垃圾纸车 是环保署从1995年的时候 送给大雅乡公所来使用的 所以原本在正面印有 行政院环保署证以及这个编号 透过比对之后就发现 这样的一个编号这样的字样 就是来自台中大雅乡那边的垃圾纸车 所以判断 逮徒应该是从台中大雅乡那边来偷的 然后去研判附近的一些定源关系 既然这样子 我们知道案件好像就卡住了 那也卡了差不多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过后 案件有什么样新的发展吗 这个时候刚好刑事局那边有捷报 就是说根据那个歹徒拿给被害人的纸钞 踩到指纹 踩到指纹当然就有歹徒的身份 通气犯 强盗的通气犯 不过精彩已经逃到大陆那边 在那边生活了 当时专案警方就靠着指纹 锁定了歹徒的身份 不过这专案小组一查下去才发现 歹徒其实有两个人 一个是徐伟均 一个是严廉清 他们已经拿着假护照 在拿到钱的第二天 就潜逃到大陆去了 那销售我这边只有个问题 当时我们警方锁定了这两个歹徒之后 他们是29岁的年纪 他们已经潜逃到大陆去了 其实在12月左右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这样的身份了 那我们有办法将他给弃捕回台吗 知道他身份以后查出 他用伪造的护照逃出了国外 他们在台湾换案的时候 也都有跟伪造证件集团 在做完以前都是先买身份证 贴他们的相片 再去租房子 两次的案件就是这样 透过两岸共同打击犯罪的协议 请大陆公安帮我们查契这两门形犯 后来好像在广东还能查契到了 我们就透过基本协议 第三方的红十字会 在马祖交给我们刑事纪纪的搬案人员 是 当时这两个歹徒 从12月中旬的时候 就被大陆的公安在广东的中山市给逮捕 并且还有查扣到他们身上有200多万元的现金 一直到隔年1月22号的时候 这两个人才透过大陆的红十字会那边的遣返船 有福州押结到马祖 由我们的刑事局人员到马祖把他们接引到台湾来归案 金门协议是什么 这边也来补充一下 它是一个基于人道原则 由大陆以及台湾的红十字会 以非官方组织的身份 在金门签订的一个司法互助协议 主要就是透过这种第三方的红十字会 把犯罪对象 像是这种偷渡犯刑事犯或者是嫌疑犯 就是遣返回到我们双方的各自的地方 所以称作为金门协议 当时这个大陆的遣返船 就将徐伟军以及燕年轻 他们两个人给遣返到台湾来了 然后由刑事局干员带回去 那么专案警方在同一天 其实又同步来发动搜索 因为这个案子除了这两个犯人干的之外 我们其实还有锁定到其他的嫌疑犯 所以在同一天也有同步来发动拘捕 把其他的嫌疑犯也一并的拘捕到案 包括到刚刚前面我们所提到的 卫造证监的集团 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共犯黄赞人 他当时也有在台南监狱服刑当中 我们将这两个歹徒 这两个绑匪 逮返到台湾之后 有去了解了一下 到底他们囚禁的地点到底在哪 其实我们有真正找到了距禁地点 我们后来为了误网误众 我们还是请嫌患讲出他正确的地点 记忆就是在摊子乡那边 陀佳村这边一个二楼的建筑物 在嫌患到现场表演以后 照当初被害人提供的十大资讯 相关的声音 时序 索文 还有眼光与角看到的没有人 都符合这个状况 而且地上也有他所讲的 打定在地上的遗迹 可见被害人讲的 跟嫌患的公诉是吻合 是 我们也没有抓错人 基本上透过他这个地点 就能够确认真的就是他们两个干的 原本其实警方一直在 依照偷漏色车的地点 大雅乡 想说在这边偷漏色车 会不会就在大雅乡这边 拘禁的地点 所以在这边大范围的去查找 包含到说有可能是什么水南机场 因为有航班经过 有没有可能在水南机场附近 当时就真的是大队人马 专案小组数百人 一起来加入搜寻的行列 却都毫无所获 最后面才发现 原来都不是在什么大雅乡 也不是在水南机场附近 原来是在潭子乡的头家村 一个民宅里面 掌握到这个线索之后 其实这个案子后来 也因为证据确凿 也依照惩治盗匪条例 将严嘉青 徐伟军 以及另外一个共犯 黄赞能他们三个人给起诉了 我这边也来讲述一下 后续的判决 法官认定严连青 其实是因为当时是被通缉的身份 经济有一些困难 其实一开始就计划了 鲁人勒鼠案 他先锁定了 于林一名代书的独子谢友诚 来下手 他当时老中有这样的计划之后 他先回到台中 找徐伟军来讨论绑票计划 当时另外一个猪盆狗友 也就是第三个共犯 黄赞能从高雄来 找他们一起来 可能来玩 来聊天 当时黄赞能也缺钱 于是他也加入到 这整个计划当中 他们在偷得张车之后 又悬挂了张牌 并且买了一把王具手枪 以及王八机之后 由徐伟军以及黄赞能 就将这个独子持枪给压走 并且勒鼠八百万成功 当时放鼠款的红色铁筒 还是由徐伟军他亲自焊烧的 在犯案过后 连延迁以及徐伟军他们两个人 实随之位 他们又决定要犯下第二起的案件 刚好连延迁就听说了 连米商祭竹林他家里面很有钱 于是就计划去绑架他的长子 寄水树 拿了别人的身份证 去潭子乡那边租了房子 设为囚禁的地点之后 他们又去买了两把玩具枪 以及手铐 又去租了一辆货车 用了这个货车 把垃圾纸车 就载到租屋处去藏放 于是就在案发当天 去尾随寄水树的行踪 趁他吃完肉圆之后 两个人就谎称他们是 刑事组的干员要办案 就把寄水树押上车 拿出手铐来限制他的行动 并且用胶带封住被害人的眼睛 勒署家属2000万元得逞 也拿到手了 法院后来判 只犯下一个案子的黄赞人 15年的徒刑 至于又犯下寄水树 辱人勒署案的颜年轻 以及徐伟军这两个人 原本一审法官 恋在他们是没有私票 而且犯后态度还算是不错 于是判两个人无奇徒刑 但是二审法官查出他们两个人 被捕之后是不断的狡辩 是为了在躲避唯一死刑之下 并且经过被害人 以及证人的指认历历之下 两个人才配合讲出这些公诉 因此二审法官认为 两个人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 改判两个人各两个死刑 这个案子最后面的判决结果是怎么判 我翻篇所有的报纸的报道以及判决书 都没有看到公开的资讯 不过我能够确定的是 在死刑犯的列表中 没有看到两个人的名字 所以这两个人最后面是没有被判决死刑的 可能在更二审还是判回到无奇了 在最高院最后面也驳回了他们的上诉 全案就这样子确定了 好那就在最高院驳回上诉的时间 是在2000年的8月 距离辱人勒署案已经三年过去了 但是没有想到在判决确定之前 济水树他的家里面 竟然又再接到了一次勒署电话 济水树被绑了第二次的时候是歹徒 刚好之前有到他家修理过轮胎的关系 知道他们家也没有钱 他刚好欠了一些毒债 所以说他就到他家看济水树吃晚饭走出来 他用手指当作枪从他背后把他抵住 说不要动 他就叫他往前走 济水树因为之前有被掳人的经验 他警察跟他说不要激怒嫌犯 歹徒因为引起他的杀机 尽量要配合他找时间来收证 所以说他就很配合 所以歹徒的指示往前走 走在一台福特的交车的后面 歹徒就叫他打开后车厢 爬到交车 就把后车厢关起来 就把他载走 载走 拘禁以后就开始打那个恐吓电话 给被害人的家属 他第一通电话又打给他太太说 老婆我又给我们拔去 他太以为在开玩笑 怎么可能是会这样 后来是他人又没有回来 才知道真的被绑 那家属也是第一时间就跟警方 这边来报案了是吗 他因为有了之前的成功的结年 他还是很相信我们分级的人 就马上报案 那这一次歹徒在电话中是怎么样指示 那又怎么样去跟家属来沟通呢 当然一开始都开很高的价钱 因为家属有第一次的谈判的经验 他就跟歹徒一直杀架 杀到后来 可能杀到好像是新台币300万 当时确实是谈妥说300万元要来交付15金 前方也有威胁 如果我隔天晚上11点前没有把钱准备好交出来的话 我就要把这个赎金提高到800万元 所以感觉这个歹徒对300万元就很满足了 也是为了去威胁家属说 要你们加快你们筹钱的速度 所以我们真的是很快的家属就马上准备好了300万元的现金 对 很快从他相关行业就抽到了300万 因为这次的价钱比上次差很多 这300万元准备好了 招款当天又发生了哪些事情呢 招款当天我们还是请上次抽好这个欧巴的同事 所以他太太去交书款 当做他公司的员工去交书款 当然台图还是为了怕说有警察跟监 所以说他一直在改变交款地点 一直到晚上他开到一个桥面上 只是被害人家属停车 他就叫家属把钱丢到桥下 我同事看那个桥下距离上50公尺高 下面有看他的摩托车在那边 因为有灯光嘛 我们的同事是怕丢下去以后 因为高度那么高 跳下去也来不及 可能人也会伤亡 车子在上面也下不去 而且下去的话也没有办法在河道行走 因为歹徒很聪明 挑选了这个河床的底下 而且是有高桥的地方 让顶房没有办法跳跃 派警力去追踪的时候也反不及及 桥下面的河床也没有监视器 那时候我们同事就请他太太跟他说 不可以换一个交款地点 理由是说如果掉下去不准的话 被河水冲走怎么样 就拿不到 他太太就说你哪里去问人 你去看看 他还是不计较金钱的资质 没有思考就把钱丢下去了 当然歹徒看钱丢下来 把他撕起来 骑摩托车就扬长而起了 当天晚上歹徒其实一开始是要家属 把300万元准备好之后 带到彰化深港乡的一个全新工业区附近 我们的干员欧巴就陪着太太要去附属款 从彰化一直开一直开 绕到天都黑了都还是没有交到 但是后来他又突然叫妻子开着车 从彰化交流到开上的高速公路 往台中方向的行驶 一直等到开到191.3公里的时候 就叫他把车子停下来 就停到路边 那边就刚好是彰化市宝阔路 就要他把这个钱丢到桥下面去 那后面就是刚刚小舍所讲的这个情形 那这一次我们交付300万元的属款之后 也算是蛮顺利的 季雪树他有平安的获释吗 好像是当天晚上半夜 还是隔天晚上半夜 歹徒又打电话到被害人家 说把他的先生丢在好像什么宫廟外面 请他们去载 他们家属就半夜连夜就去把他载回来 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验 他也听我们的建议 在遇到有歹徒的话 就尽量不要记录他 引起他的杀机 最好配合他 让他没有戒心 再找机会收证 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等获释的时候提供的检方 所以说他被压在后车厢的时候 他就在后车厢乱抓 完以为漆黑一片不知道后车厢有什么东西 有抓到东西的时候 拿到东西他就把它藏在内裤 他被获释了以后 就从内裤陆续逃出了很多 瘤锡 瘤鸡 瘤瘤瘤 后来我们发现一个喜帖 我们喜初完以后喜帖有住址 也有结婚的人 还有宾客的住址姓名 就很高兴就按住址去看 果然看到一台寄水树讲的同行车 我们就开始展开侦查 确定歹徒就是定数据工厂的职儿 他就是因为欠了朋友 好像三十几万 这样查到嫌患以后 我们就在工厂的顶楼 他的住宿的地方 查到了大部分的账款 好 这个歹徒就叫做何进南 基欠的自己的亲戚有36万元 因为被逼急了 然后支票也到齐了 没有钱可以还 所以他曾经有帮他们修理过 这种运良卡车的轮胎 所以对他们家里面是很熟悉 在鲁人案的前一天晚上 6点的时候 他其实原本是想说 去偷个东西而已 他就独自潜入到技家里面去 想说里面可能有一些珠宝 有一些现金 可以解害了燃眉知己 所以他晚上就侵入了技家 要来行窃 没有想到却被人发现 这一位歹徒何进南 在匆忙之中也只能逃逸 但是他实在是被赌债逼急了 所以他又有了绑票的念头 他原本是想说要去绑架祭竹林的 却阴错阳差去绑了祭水树 因为当时刚好看到 祭水树是巡王米昌之后 从外面返家 进入到厨房里面要用餐 所以他才会戴着头套 用手指当手枪 就把这个祭水树给压走了 最后面他仍然是栽在警方的手上 这个祭水树他这样被掳了两次 也真的是蛮衰的 在经历过第一次的掳人案之后 他就想说他想要去去除他自己的霉运 他还特地取了一个偏名 叫做祭幼庵 就是想说要保自己平安 所以即便身份证上仍然是叫做祭水树 没有叫做这个祭幼庵 但是取这个偏名就是希望说 自己真的能够平安 所以这三年多来他其实行事都很低调 很小心 为此他还聘了司机捡保镖 希望说保镖可以保护自己的安全 房子的周围也都有装设监视器 除非是重要的场合 不然也都很少出门 他也没有跟人结怨 他就搞不懂说 到底为什么歹徒会一直盯上他 在第二次被绑也获释之后 他也赶紧去吃了一个猪爪面线去去去会气 好了这两集 其实我们谈了两起辱人案 那萧首其实我也蛮好奇的 辱人即便在现在是比较少人 如果真的发生在听众身上的话 究竟该如何自保呢 其实遇到了歹徒的话 不管是什么案件 第一个我们先不要记录他 因为形势比人强 不是说我们怕死还是怎么样 有命才留着青山菜 没怕没才烧 所以说第一个不要激怒 配合他 让他减低了他的戒心 比较不会伤害你 再找机会收集相关的整体 提供给警方 目前在我们警方的努力下 还有司法单位的提高行动 还有我们办案方面的精进 还有相关单位的配合 我们有案必破 没有一个案不破的 而且现在经济也好转 歹徒就比较不会朝向 认为这样他们划不来 而且索的人说 索惠成本很高 被抓到以后行动 你看武器徒刑 甚至死刑 所以说有了这个 嚇阻重用以后 我们的治安就一直平均 到现在 真的是应该是非常好 是 我觉得也是因为 犯罪形态的改变 然后加上说经济真的好转 人民算是普遍的都富有 没有到富有 但至少不会到说 有需要去干下鲁人案 这样的事情 同时也是可能会考虑到 CP值的问题 你要去犯下一起鲁人恶鼠案 你是要承担多大的一个风险 所以可能很多的犯罪集团 他们不愿意去承担这样的风险 他们觉得 我去开设一个诈骗机房 都比这个好赚 干嘛去做这种行为呢 所以现在这种鲁人案 在台湾来讲 真的是非常非常稀少 在近几年 我几乎没有听到 还有类似的一些鲁人案 如果听众真的不信你的家人 或是你自己 遇到这样的鲁人案的时候 就像刚刚小水有说的 第一时间是要保持冷静 如果可以的话 在不激怒歹徒的情况之下 尽可能去掌握到更多的线索 不管是用看的 用听的 用闻的 都把它给记录下来 记录在自己心中 等到平安获释的话 这些线索就可以提供给警方 来警方来进行更进一步的调查了 当然了 如果可以的话 还是不要遇到比较好了 好 那这一集的我在案发现场呢 我们就谈到这边 也感谢萧舍你的分享 谢谢你 好 谢谢宫德 再见 如果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欢迎到Instagram 脸书 以及YouTube的搜索订阅 我在案发现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